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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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个叫学生会或者是一个什么工会加学生会组织工作 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然后她说你们很多中国来的学生都在数学系 在统计系 那你就负责这两个系好了 所以她就是我很长的一个类似上的一个 其中一个 所以两个就这样认识了 这中间在交往过程的这个磨合呢 磨合的话那就是说还是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出去吃 一开始一定会的 对对对 那都是一些小小问题来的 什么吃饭 她会把酱油倒在米饭上 对那这种都是很容易克服的事情 那你之前就是在跟Jack交往之前 那你有没有跟华人交往的经验 有 我想应该有 那你觉得这两个差异性最大在哪里 我觉得美国人可能比较单纯一些 反而单纯 对对他们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也怎么讲很客气就是 是吗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好像华人交往可能会单纯一点 但其实美国人因为他自己本身思想思路是挺直的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他的很多沟通的方式是很直率的 对 不需要拐弯抹角 对对对 我觉得和中国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咬完嚼子啊 然后还得要想想是不是得题啊 他们就比较直接 比较直接 对 所以当然了 你们交往大概多久 你是说决定要结婚 决定要结婚 当然有一两年吧 一两年 他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就这就大事了 那你的家人跟他的家人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呢 好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下我妈妈先是 我妈妈她是在MIT做访问学者 所以她 学理啊 还好吧 反正她是学习航空的 然后她就是我就问她 我说妈 行不行啊 然后她说 她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可以call 她说 如果我年轻二十岁 我大概也会 跟她走了 对啊 就这样子照顾 你要看女婿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说那你这就是同意了 是 所以你们在交往的过程 家人完全没有提出这种反对 或者就是说 因为她不是华人 那倒没有 因为我妈妈 她是在那个麻省的MIT 所以她已经很有这个 已经很开心了 她看到了她的很多学生都是这样 所以她一点也没有 但是她也没有给我压力 说哎呀 你也找一个老美 从来也没有 也没有 所以但是 是任你发展 对她到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 她就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那个在喜不惠 我不知道电影里面 你有看过喜不惠 那个女人要带着这个老公 去见丈母娘 说把这个 说哎 这个鱼不够咸 就把她倒了一圈的酱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在你们身上 绝对没有 那都已经事先都已经彩排过了 所以事先还是得彩排 再要耳耳耳耳面面一下 对对对 我就说可能妈妈会问什么问题啊 然后你要注意回答 所以你这个女儿也很贴心 要把这个路线铺好 所以呢 等到你带她回家的时候 就睡到渠成 对因为我在想 妈妈她都是爱女儿的话 她肯定要想到女儿的前途啊 将来这个日子怎么过啊 因为学数学的人 她而且那时候学的是理论数学 哎呀 这个理论数学将来 做什么工作啊 所以我们已经考量那些很多的了 对对对 不过听起来你的婚姻呢 这个异族通婚的婚姻 听起来像是个成功的案例 非常的成功 那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这些小故事 可以跟我们 往后还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